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之前我拍了一個MV 是到馬來西亞每一個週 13個週去跑 然後看到其實很多的民眾都很有才華 有的人做道具 有的人化妝 有的人幫忙拍攝 然後有的人很會演戲 所以有這個想法 所以那時候演員我們從群眾找 包括道具 我們要全民大家發動 爸爸媽媽帶孩子 大家幫忙一起來 在週末我們慢慢 一格一格慢慢把那熱情就給拼湊起來 所以那熱情就有了大家的夢想在裡面 然後到真正拍攝 化妝師 我們就找平時只是幫人家化結婚的妝 那些姐姐們 就我們大家給一個很短的培訓 化妝師來教我們的團體 攝影也一樣 就整個由開始到就是 就解決了大家的一個夢想 我覺得這部片真的拍得非常好 因為在感動的時刻我也流下了淚 雖然我是個壯年的一個成年人 因為這裡面我看出很多的感情戲 比如說父母跟小朋友的關係是切斷不了的 那還有種種的歷練 在整個畫面的過程當中 都會有一些我們講心裡的一個煉意的起伏 我覺得非常感動 聽你的分享我都很感動 聽到你有哽咽的部分我非常感動 其實這部片子用很含蓄的方式 就是隱藏了很多像多威先生講的 可能 你有辦法在第一次看到 可能就看大家生活的理念 用很細微的方式去呈現 親情那種關係 包括這個女兒 她嘴巴怎麼對父親的不順從 她暗地裡還希望有一個父親的祝福 其實我本身最後被這部片的旁白感動 就是她說 謝謝爸接受了Benji 有時候當有人身材的夢想 可能你想拍電影 可能一開始沒有辦法得到認同 到最後真正認同你跟支持你的可能 就是你的家人 所以當時我們在想這個故事 還是從很身邊 可能很細微曾經發生過的故事去聯想 去連結 然後我始終覺得 親情這一塊 或者友情這一塊 她只有在很重要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她那一股很強的力量 平時可能什麼你感覺不到 那最後你發現 其實那股力量是很強大的 它一路在陪著你 只是那個距離 可能是 像歌裡面一首歌叫一步距離 距離要大家想跨過那個距離 所以一跨過了 那所有東西就沒有問題了 感謝你看得非常仔細 希望大家可以為這電影有一些感染 可以做自己想做 去感恩身邊 所有陪你們一路在走的每一個人 做散步 現在應該不可以做一個 台風 的 建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